巴基斯坦警方拘捕了幾名槍擊十四歲少女 馬拉拉尤素福澤伊的嫌疑犯 這名少女因為紀錄塔利班的暴行而被國際社會所認可 在星期二,當尤素福澤伊離開學校時 塔利班槍手向她的頭部和頸部開槍 在星期五較早前,一名巴基斯坦軍方發言人說 尤素福澤伊的狀況令人滿意 阿斯姆塞里木巴基雅少將說 未來幾天對尤素福澤伊的康復情況非常重要 尤素福澤伊仍然昏迷不醒,需要依靠人工呼吸器 斯瓦特河谷的一名塔利班發言人星期五說 塔利班頭目幾個月前決定殺死尤素福澤伊 並且派遣槍手執行任務 尤素福澤伊對文席